Dan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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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德国制造具有诸多优秀品质 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问题和挑战 世界制造业格局正向多极发展 国际竞争日益加剧 从1970年到2004年间 德国企业的倒闭数量增长了近15倍 继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 主导了产业发展 德国制造想要继续保持行业领先 唯有创新 2016年的新春即将拥抱海德堡 这里被誉为德国的浪漫之都和精神圣地 曾受到哥德黑格尔等人的无限赞美与推崇 早在600年前就以科技创新的中心地位 让整个欧洲翘首 至今 56位诺贝尔奖得主诞生于海德堡 人们总能从海德堡 获取创新的能量与灵感 将知识与激情共融业额 龙东 法兰克福试车厂 测试专家马克正在进行汽车后视镜影像系统的测试 作为德国制造当之无愧的龙头产业 汽车制造业吸引了德国工业领域 28%的研发人员为之工作 平均每天就有近十项创新专利产生 以此确保德国汽车工业 在全球的技术领先优势 马克驾驶的实验辆车 与其他车辆看似没有差别 实际上有了一个小小改变 仪表板上的显示屏 取代了传统的汽车后视镜 坚轻风阻降低友好 扩大视野 后视镜影像系统的最终目的 是让我们开车更加安全 从1886年卡尔本瓷 发明第一辆汽车至今 人类对交通工具的 每一次微小改进 看似简单 实则重大 介于法兰克福和斯托加特之间 汽车诞生地曼海姆 静静注立在内卡河畔 150年前 化工企业巴斯夫 从曼海姆起步 与拜尔·赫西斯特 一同成为德国化工界的 三大巨头 德国化工由此赶超英法 独步全球 同样出自曼海姆的 德国福斯油品公司 是从化工垄断企业的 夹缝中生长出来的 一朵奇葩 翘牌美福这样的巨无霸 福斯一直在生存危机中 顶峰逆行 上世纪四十年代 战火蔓延欧洲大陆 刚创建不久的福斯 受到波及 发展陷入低谷 上世纪七十年代 全球原油市场连续两次爆发危机 油品企业成批破产 危难关头 坚守核心业务 坚持在润滑油细分领域研发和创新 福斯有幸劫后余生 往昔历历在目 今日如履薄冰 只有时刻关注研发一线 才有可能抢战先机 高端研发 一直是德国工业的护身符 凭借过硬的看家本领 在专业领域做到最好 这是德国家族企业和隐形冠军们 世世代代信奉的经营法则 很多小的家伙企业 非常新鲜,非常新鲜 非常世界上的国家 这就是美丽业的增加力 发展已于百年的传统汽车制造 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正当我们把汽车奉为 朝阳产业大作文章之时 德国早已意识到 落日的威胁 时刻保持着 以科技创新未来的高度警惕 如何才能更舒适 更安全 更自由地享受快速移动 曾经还遥不可及的 自动化驾驶技术 陡然清晰起来 什么是自动化驾驶技术 现在的工业 它有三个步骤 这就是自动化驾驶技术 超自动化驾驶技术 和超自动化驾驶技术 与其他国家不同 在大众 奔驰 宝马 奥迪等 大家熟知的整车品牌背后 德国汽车制造的核心技术 大多数掌握在 低调务实的博士 采埃福 大路 蒂森 克鲁伯等 汽车零配件商手中 他们专业 专注 拥有强大的创新实力 这成为德国汽车工业 百年不衰的关键所在 自动化驾驶 引发全球汽车厂商 强势竞争 德国制造再次争先 自动化驾驶 尤其是有高的新动力力 所谓的每三年都必须 一新的新动力 然后这些提升我们的艺术 那么我们的意见 随着新的想法 能够作出一些新的思想 这些能够发展 和到街上提升 那是这AR Head-Up Display 一好例子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器 是大陆集团 自动化驾驶技术研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帕布鲁里科特博士 已经为此埋头工作12年 顾名思义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器 就是将车速 前车距离预警 自适应巡航状态等虚拟提示信息 直接投射并覆盖在驾驶员前方的道路和进路上 让驾驶员不必低头 便可轻易无趣 驾驶的安全性得到大幅提升 指导李科特博士轻松驾驶的影像信息 来自镶嵌在汽车仪表板上方的飞球面镜 系统生成的讯息经由它放大并校正后 投射在前挡风玻璃上 这个小小的光学部件 一度曾让李科特和研发团队为之担惊劫 设计环节极其繁复 制造精度要求极高 误差必须控制在0.5毫米以内 否则会影响成像效果 也就是说 镜面精度每缩小0.1毫米 研发者们必将付出与之相当的努力与坚持 而研发创新中每0.1毫米的艰难前行 都将是汽车技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there are we are 特别的 我非常努力 这身为私自重努力 这就会是有所属的 编号的小步骤 就是做这个真正的 就是私人的发展 就是全是什么 清晨 高级机器人工程师 思朗瓦莫桑达 接到同事的紧急通知 他匆忙赶到公司 桑达的工作搭档 德扬潘格里克 已经先踏一步到达现场 在他们身旁 这个方头方脑的家伙 是他俩匆匆赶来的理由 这是第三代农用机器人 Bony Robo 自1959年 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迄今半个多十几 全世界服役的工业机器人 已经超过150万台 人们对机器人的升级革新 已经涉及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工业到农业 囊括万象 目前 Bony Robo 正处于功能测试阶段 却已践身全球 十大最新农用机器人行列 一个小时前 工作人员突然发现 机器人的识别系统发生偏差 无法准确识别出不同种类的农作物 观测分析之后 桑达判断 问题出自机器人内置的扫描系统 大家忙碌起来 装载在机器人身体中段的4D扫描模块被拆下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调试 机器人制造 优势主要集中于瑞士 日本和德国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 为了对抗日本工业的围追堵截 德国采取小规模高端定制的生产方式 为德国制造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 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 更让德国制造倍感压力 即使是德国引以为傲的库卡机器人 也存在着被中国家电商收购的可能 德国并不具备压倒一切的优势 它唯有不懈创新 在强势竞争中突围 这种思路也成为桑达和潘格里克 创新的起点 人类已经步入智慧农业的时代 借助四地扫描系统 桑达和潘格里克 将收集的两万五千张 不同农作物的高清图片 输入到云端 利用互联网络 让农用机器人进行作物与杂草的辨认 大量的影像和数据经过分析上传 建立起德国智慧农业的大数据平台 未来将会分享至全球各地 同时 凭借卫星导航 机器人可以精确定位杂草所在位置 用一根直径一厘米的金属棒 以每秒拍死两株杂草的速度 有效管理田地 但是眼下 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桑达和潘格里克解决 云海深处 博登湖畔 百年前飞艇制造先驱齐柏林的一句话 影响至今 人们必须发自内心地相信你所努力追求的 这样才会成功 城市越来越大 我们生活的空间却越来越小 在特殊的车桥运动学与电动助力转向的协同作用下 采埃福的科研人员 让汽车变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敏捷 实现了最大75度的转向 与方寸之地任意驰骋成 成为可能 是这样的 美国的奥登场 和这种优惠的感性 也有关心 是需要用心意 我们也需要有心力 这是一个竹竞的竞考 是要有挑战的竞考 我们要有挑战竞考 我们有变得竞考 而在这种竞考考 我们使用力和力竞考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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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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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那我们在第一个人的竞排 可以玩 有可能 在有限的场地内 驾驶体积巨大的卡车 本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通过结合了多项创新技术的智能泊车辅助系统 卡车司机只需通过平板电脑即可控制卡车移动 拉车头及前进 拖车尾及后退 如操作游戏一般简单直观 在卡车行驶过程中 一旦途经危险路段 司机可以在车外观察 遥控驾驶 这无疑更精确 更安全 经过团队排查分析 最终找出了机器人识别偏差的原因 某些高株植物距离传感器太近 导致传感器投射在植物上的光影过大 致使机器人识别失误 因祸得福 这一小小的困扰 反倒促使团队提出了进一步改进方案 我认为这些困扰的问题 我认为这些困扰的问题 这些困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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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出发生 如果我们已经在检场 就已经在检场 这些困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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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暖花开 又是一年播种季 关于智慧农业的探索 仍在继续 我们可以直接放一枪 一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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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装扰的 在心装扰的问题 拖一下 上人的電影要做個理想, 就要有關的問題。 在他的電影, 基本上, 在他的電影, 或是從電影, 去看電影, 有任何任何車款做。 韓國是不在賣賣。 我们是一个高价位 我们要很短的工具 日系车 德系车三足鼎立的状况下 德国研发人员再次突破翻里 集成了企业十多年研发成果的自动化驾驶样车 首次上路测试 奥利福福克勒对此充满信心 工程师以此向未来致敬 这是自由的信号 人类的双手即将离开掌握了120名的方向盘 在两边的车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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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他车窗户的车窗户 在这边的车窗户里面 这就是360度的车窗户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车窗户的车窗户 此时此刻科技创新再一次引领未来 中国有一句话 就是创新去找死 不创新是等死 在找死的路上找找一条不死的路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认为我们的力量 是质量 质量 质量 在中国的车窗户 你会想到大小的 而是我们在小的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车窗户 但这些东西是中国的车窗户 是在继续户 是在继续户 和在继续户 你能在中国的车窗户 这种区域的基础是中国的基础 这种区域的基础